我覺得我很複雜 每次跟別人講都很 很難解釋的 對啊 就都很難解釋 反正就是每個人都不同爸爸就對了 Good morning 又是嶄新的一天 之前有拍過Draw My Life 跟大家分享Peter的成長故事 在故事的裡面呢 有一個角色的支線 就是我的同父異母的妹妹 爸爸離開的時候呢 他才11個月 秀下時間很快 爸爸也離開了18年19年左右 妹妹也從一個Baby 然後到一個成年的女孩 那剛好這一次呢 邀請他陪我一起去美國拍星雨的首行 那在路上呢 爸爸實現了我的願望 我其實在上課的時候啊 就會有那個做白日夢的畫面 想像著 如果有一天 趕著跑車啊 然後載著他出去兜風 然後他還充滿那個想像的畫面 沒想到真的有一天可以實現 因為長大之後才發現 欸 其實不一定要買車 租車也可以 所以剛好這一次呢 真的成功 開著跑車站著妹妹 然後在路上呢 也跟他聊了很多 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我妹妹Angel 他的成長的故事 加州的陽光 我們剛剛下飛機 就在塔台的下面 這次帶妹妹來加州 爸爸租了一台 長逢車 B&W的430i 爸爸又要實現願望了 就是一直在腦袋裡面幻想 有一天可以開著長逢車 載著妹妹出去玩 沒想到居然是在加州實現了 那這次呢也是在Turo租車 這台車的話 一天大概是4000多塊 跟台灣比起來的話 還是便宜很多 先放東西 這一次沒有帶小孩 喔 超小的 超迷你的 這個可能連我的七寸都放不下來 後面塞得下一個大的跟一個小的 發現他剛才這個 他是可以往上升的 他把它弄起來就可以了 好了 我們要處罰了 沒開過這種車 開著這台車在路上 真的有一種實現夢想的感覺 你知道我小時候 就一直幻想著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就一直想像 可是我想像中的 你不是長這樣 哈哈 就是我這邊開 比較高一點 哈哈 我覺得人是很有趣 就是可能你一直 心裡面想要做的事情 或者你有一個夢想 好像真的有機會 有一件會事情 吸引力把這 喔 對 我爸跟你媽住在路州的時候 然後你剛出生 他們就出門買東西了 然後你就自己一個人在家裡 我自己一個人 就是他請我幫你 看你一下 然後那時候我才6點幾 可是我真的完全不知道怎麼哭你 然後他們才剛出門就哭了 然後我就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就哭了四十幾分鐘 那你在旁邊怎麼辦 我就不知道怎麼辦 就聽我哭 對 我有不敢抱 感覺很像是一個可怕的生物 連碰都不敢碰 小孩哭很可怕耶 你現在知道 對啊 ANGEL對爸爸有什麼印象嗎 沒有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那時候才快一歲 應該那時候快一歲 絕對不可能有印象 我最小的印象 就是從幼稚園開始 才有印象 對啊 那時候的印象是什麼 我之前那時候我在大陸耶 我好像住在外婆家吧 然後反正就是 每天吃的超大碗工的飯 所以你幼稚園的時候 有回大陸一陣子 好像是吧 我記得我在那邊有讀過幼稚園 但是印象也不是太深了 所以你有印象的時候是 你已經知道爸爸不在了還是 爸爸有在結婚了 都不知道 我有印象說 已經是現在這個幼稚園 對 所以你沒有印象說 你沒有爸爸的事情 對 我是長大以後才發現的 我會真正的確認是 成分證上面的名字 對不對 可是 因為他們其實也都沒有跟我講 可是每一年 不是我們過年的時候 奶奶都會早點回來吃飯 對啊 但是奶奶也沒有講 所以那時候你也不知道 對 我都不知道 就是 為什麼爸爸不回來 對 這都只有我一個人回去 然後你只是想說 這個爸爸為什麼沒有跟你一起回家 他為什麼每次都送你去 然後他就走了 對 差不多 是累的 可是他們也都沒有特別跟你講 對 可是身分證 你看到身分證的時候 可以發生身分證 我記得要40歲 你是國中啊 你還蠻大的 對 蠻大的 而且那個時期感覺是正值判疑時期 你有判疑過嗎 因為我會翹課過一次 這樣就判疑了 這樣算嗎 不算 不算嗎 真的假的 那你看到身分證之後 你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你第一個反應的想法是什麼 第一個反應就是 證實我的想法 他們其實也沒有講 但就覺得好像我都知道 這種感覺吧 我也不知道 所以小時候 你知道我是你哥哥 可是也不知道是哪一種哥哥 我小時候就是全部都是同一個爸媽 對 但是我會想說 欸怎麼媽媽不一樣 對 因為那時候 乃魚會出現 所以我想 欸 他是你媽欸 對 小時候也是滿多疑問的 那你覺得 媽媽後來 可能回來 找現在這爸爸嗎 然後又有一個 大陸回來一起回來的哥哥 然後他們後來又有一個妹妹 嗯 你會覺得 不是成長過程當中 會有什麼奇怪的地方 其實還好欸 就是因為就是長大之後 就會 就發現 我們是不同爸媽的 嗯 可是他們也很忙碌對不對 他們都在忙碌 忙碌他們的工作 對 因為媽媽就是 從他開始做髮型 他就開始一直飛大陸啊 所以說 現在也慢慢習慣了 他不在 對 那我覺得爸爸也真的是很偉大欸 對啊 就是他照顧了很多不是他的小孩 對 真的是沒什麼關係的人 然後夫妻的這個照顧了什麼 嗯 對 像幼稚園 就開始照顧 我想說不是讀四拍嗎 嗯 所以就很遠啊 我想爸爸他就是 基本上 每天開車載我上下學 每天早上六點從班校 載我 來北投讀書 可是那時候為什麼還 還堅持要念這麼遠的地方 我印象中 是說 要讀四拍國中 還是為了你的聲訊在做打算這樣 好像是 我印象中 是這樣子打算 我原本想說我已經很複雜了 你好像比我還複雜 我覺得我很複雜 每次跟別人講都很 很難解釋 對啊 就都很難解釋 反正就是 每個人都不同爸媽就對了 我雖然知道的時候很晚 跟我從小就是現在這個 就是印象中就是個爸爸了 所以我也沒有就是說 我中間有切換 有感情跟沒有感情其實是不一樣的 就是面對這件事情的狀態 我也有一個肌腹 他是因為很愛我媽 所以就是為了我媽 然後就可能送我上下課啊 什麼這樣子 那是因為他出於他對我媽的愛 可是你看 你爸爸跟你媽媽 爸爸都不在 對 還一直這樣 然後你也不確定他們感情 是不是真的那麼好 是不是因為這個關係 然後才來愛無疾無一起照顧你 可是他卻可以說是無怨無悔的付出 在你的身上 對 人在情在 不然你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就是 像爸爸走的時候啊 他就是也希望交代他很多的好朋友啊 然後兄弟啊什麼的 就希望可以照顧你這樣子 因為畢竟那時候你很小嘛 那講說會幫你照顧啊 或者是一起怎麼樣 可是說真的 到最後還是要 吃生之年 沒錯 沒錯 其實就是這個概念 我那時候也很小嘛 我才13歲 所以對於我那時候來講 就是我會覺得 我知道我這個情況 可是我也 無能為力 對無能為力 我什麼都做不了 我只能看著你這樣子長大 這個過程當中會變成說 兩個很極端的 如果今天沒有遇到這個好的爸爸 就是 可能你的生活就會很辛苦 如果是我變成這個爸爸 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這樣這麼 就是付出給一個 不認識的小孩 對 沒有關係啊 你不是都不認識的 對啊 所以媽媽小時候會 你有印象說他會帶你出去玩嗎 還是什麼 帶我跟我妹 因為我去法律公司 對啊 那時候大家都有印象就是 其實很用心在照顧你們 對 就給你們穿很貴的衣服 對 他對你愛對你的付出 就是用他很努力很辛苦賺錢 然後回饋到你身上 然後來表達這個愛 對對對 我有時候也會這樣 所以我理解的這個感覺 真的有這次機會 才有機會跟你聊到這些 因為 如果再早的話 跟你聊這些 可是我 可能可以給你的幫助 就是Nothing 或什麼 我覺得會沒有資格聊這些事情 對 可是現在 就會很開心看到爸爸媽媽媽 你照顧我什麼 然後長大了 然後再可以回頭 再想這個過程 可能現在就是 我可以自己照顧我自己了 對啊 都自己想辦了 哇 我覺得 有妹妹的感覺真的好棒 小時候真的比較沒有什麼時間 是有辦法相處啊 或者是我們只有 一年一次見面 然後過年都吃飯 吃飯的時候 因為年紀差太多了 所以真的也不會有像 這一次這樣子的聊天 那通過這次的旅行 然後可以跟她聊這麼多 然後還有她的成長故事 我覺得 真的還蠻開心的 因為發現她是一個很懂事的人 我不知道跟她的成長過程有沒有關係 但我覺得她寡寡寡寡 她教得很棒 有一個懂事的妹妹 有一個這麼上進的妹妹 真的很感動 就想要再多對她好一點點那種感覺 可是又希望她 她可以在現在剛出社會啊 然後變成一個不一樣的人 所以就是 哇 有種做爸爸的那種心情 你知道嗎 希望她長大 然後希望她對她好一點 你怎麼變一個爸爸的角色了 所以其實我這次出門 就是跟著她一起的時候 原本是床妹企劃 但是我拍著拍著 越來越像一個爸爸的角色 因為畢竟可能我現在有小孩 然後年紀也有點 剛成熟的年紀 所以 她就是像我一個小女兒這樣子 但真的很感動啊 就是看到妹妹 為了生命 然後為了生活 我這麼樣的努力 所以是真的非常開心的 好啦 那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美美的成長故事 這一趟美國旅程呢 我也有拍很多支影片 歡迎繼續跟大家分享 那記得點到這邊 讓我們喜歡 平安記得訂閱跟按讚喔 下禮拜見啦 掰掰 但我的個性是 好像也有點賺多少花多少 真的嗎 因為我比較 對自己比較好 喔 對 不知道想到什麼 我自己會 不行這樣 代表你有一個 省吃減用的好景點 我真的會不行這樣 在我的眼睛